全油管最快新闻 据核实 网传的美国批准向以色列援助80亿美元的文档截图是伪造的 目前没有信息显示 美国将就巴以冲突向以色列提供专项的具体金额的军事援助 不过 美国援助以色列的行为实际上已经长期存在 美国国会智库的报告显示 以色列是美国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对外援助对象 截至今年3月1日 美国已累计向以色列提供了1580亿美元的双边援助和导弹防御资金 几乎全部以军事援助方式提供 此次的伪造截图再次引起人们对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关注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